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突然发现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作品 除了各个关节松衣以外 除了需要动点小刀以外 这款玩具还真的是非常不错 整体的外包盒就是标准的SS电影工作室系列的外包 盒子的正面64号的飞过山 这款玩具其实大家可想而知 后续换个头再出一个配色就是大黄蜂 确实跟大黄蜂的一个渊源也是很深 这款就是拿电影吉普皇做一个改模 而且改模改得非常成功 背景版就是当时外传的时候太空桥的一个场景 整个的一个气势还是非常灰红的 这一侧是一个全身照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一侧有一个大头照 后面就是载具人形和3C的高必要 纸品方面一张产品信息表没有中文撇掉 然后另一个就是中文说明书 对于这款玩具我们首先来量一下它的身形 从头到脚的一个距离大约也就是10厘米左右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玩具 这款玩具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松垮 怎么说整个的腿部卡扣几乎就是松散的 然后腿部的一个关节处理的也不算是非常好 尤其是这个卡扣它是根本扣不紧的 这个地方的卡扣它是做工有问题的 卡扣这个位置是做的太小了 然后卡槽做的太大了 根本够不上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其实它这款玩具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 很多地方的红色料子 全是在透明件上做的一些涂装 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多少还是要小心 比方说这个脚部胸口位置 还有整个的背包部分全是透明件 所以说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头雕 所以这个头雕我个人是做的一些修整的 我们把这个头部抬起来 它原先这个位置是一个直角 然后让我拿笔刀给它削了很多很多 所以它头才能低下来 不然的话它头是这样向上的 这个角度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怪 那削完这个角度之后 它是可以低下来的 整个一个感觉来说 头雕的做工只能说是比较一般 而且脸部上上了金属银色的漆面 我觉得稍微是有那么一点不适应 整个的脸部的细节刻画 较肉一些 可能是上银漆的缘故 我个人觉得它上的有点厚 头雕这个部分 我个人是增加了橘漆膜玩的细节贴纸 看起来会更加有神韵 头部的活动性 因为是变形需要 整个的一个关节 在这个位置 它就有一个旋转关节 根部是有一个球形粥 保障它一个30的旋转度 根部的球板关节 还是偏松的一个质感 在这个部分 如果各位有条件的话 可以稍微削一点 脖子卡扣的地方 会对于整个头雕的活动性 有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胸口这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很漂亮 这个部分采用红色 但是分色方面来说 过于单一一点 就是红色 边缘这个部分有一点黑色 在这个部分 我也做了一点小手术 这边缘的部分 尤其是这个部分 它这个毛边和水口特别明显 导致合缝的这个位置 转轴过紧 有点危险 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里侧的部分 我也用笔刀削的削 把这水口毛边处理比较干净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 还会稍微好整一点 不然的话就非常非常紧实 那这里侧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细节的刻画 腰部是有一个旋转 整个的腰部紧实度 我个人觉得控制的还是蛮好的 当部的细节是有的 但是黑色涂装确实不那么显细节 手臂的这个部分 整个的一个关节紧实力度 都处理的比较好 非常非常紧 在手部的一个旋转关节之后 小臂这个位置 就采用了黑色一体色的成型色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偷懒 如果把肩甲这个部分 用到红色的做一个分色的话 肯定会 颜色的分色会更好看 然后手轴这个部分 有一个三零的旋转 并且手轴这个部分的一个紧实度 做的都很好 活动度做的也都不错 小臂这个位置 有些红色的涂装 动动手的一个造型 另一侧是增加了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 其实和大黄是一个同模 上面有些金属的银漆 我进行了一些渗线 其他的没有什么可讲的 然后腿部我们来看一下 腿部整个的一个根部关节 是一个球脚关节 前踢晃动晃动 还行 然后后踢 稍微避让晃动晃动 也还行 然后侧踢 手部避让一下 侧踢就稍微有点松 在这个里面的球脚关节 和这个部分就非常非常松 不是非常紧实 而且大腿和小臂犯着一样的毛病 本来是有红色涂装的地方 它给省略了 所以大腿就黑不溜秋的一片 整个该有的细节也没凸显出来 再说一下小腿 小腿首先 卡扣的精准度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导致这个部分 真的好别扭 而且好松的一个感觉 再加上它这个连接杆是透明件的缘故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也不敢太大力 然后腿部内侧的卡扣 其实是这样的 可以翻开 可以看到这两侧各有一个像尖角的秃 这个尖角秃实际上是可以卡到这里面的 但是卡的一点都不紧 导致这个腿部内侧板和外侧板一起松 这一点真的是很糙蛋 小腿部分的一个细节就是小腿 还有一些黑色 那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挡肉件 把这个地方的腿部空洞了挡一挡 脚部的一个可动性 简单提一下 它脚部稍微拉开一点 它是一个球关 所以向前的活动性可以这么大 向后的活动性也可以这么大 我个人习惯的是把脚部尽可能的往后靠 增加它的接地面积 对于玩具的一个战力 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背包方面来说 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大 但是对于官方的玩具 我觉得我是可以忍的 因为这个背包处理方面来说 也就那样 低零线的玩具 你不要要求这么高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的一个变形 变形的一个思路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巧妙 其实就是一个吉普黄的一个变形思路 但是对于这款玩具 我觉得改模改得很成功 首先看一下背包 这个背包部分有两个桩子 这个桩子插在这两侧的一个位置 把这个桩子拉开 通过后轴的这个关节稍微避让一点 把这个地方倒开 胸甲的部分拉开 这个部分拉开之后 把里侧的这一片给它翻过来 这个位置就出现了我把玩第一次时候的难点 因为这两个胸甲的部分全都是透明件 而且这个透明件的压轴非常非常紧 所以第一次把玩的时候 或者N多次把玩的时候 我个人的意见还是拖住根部来做一个变形 不然的话很容易产生悲剧 然后把这个地方按住根部来变形 在这个地方我是做了笔刀的处理 处理完之后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方明显 变形的结构就会安全一些 不会像之前那么害怕了 然后再把肩甲这个部分 两侧给它转过来 给它转过来 OK 然后把头雕根据它这个抬头关节 直接是放到这个空隙里 可以看到这一侧有这么一个凹洞 然后这顶上有一个凸 其实它设计里本来是说 凹洞和凸要做一个衔接 但实际上卡的不是很紧实 就是直接是衔接上去的 我个人手上这款不是很紧 然后我们再把手臂这个部分做一个旋转 把这个位置有凸的这个地方 掐进胸口这个造型键 可以看到吗 熬洞 把这个地方掐进去 这一侧也是做一个同样的变形 比较紧的一个手感 所以在变形时候 还是要多少少要小心一点 好 这两侧呢 掐住 掐住之后呢 这个后屁股 它这一次改模 改成了屁股这个位置 做的还真的是挺棒的 然后呢 那腿部呢我们来做一个变形 其实呢先把这个造型这一小片 把它往前提 脚掌部分平放 平放就可以 通过这个转轴 它这个地方不是转过来吗 先这样 把轮胎这个部分打上来 和这一侧呢结合 然后通过这个旋转关节 先来做一个结合 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凸点 凸点呢和脚掌这个部分的卡扣 这个地方锁定 还是比较紧实的 然后呢再把腿部外甲这个部分 通过滑槽 给它滑到底 滑到底呢 两处的卡扣 这个位置有一个倒钩 倒在这个位置 这里面呢有一个卡扣 卡进去 就是卡扣呢不是特别好拍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一侧呢就变形完成 那这一侧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同样的变形 首先呢脚部的造型件 给它往上抬稍微有点松散 所以把玩体验来说呢稍微是有点弱 通过这个旋转关节给它旋转过来 这一侧 轮胎翻上来 然后通过这个转轴 稍微给它翻过来 卡扣的部分对准 这玩具好小 所以挺费手的啊 然后呢这一侧的卡扣 也是给它对准 这几个地方密合 把车头 这是一个上下关节 因为脚部呢是一个透明件啊 所以还是要小心 这些部分呢确定完之后呢 我们把背包解锁 背包 因为是透明件啊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一段 好 两段 这个地方解锁 这个部分解锁呢 车顶的部分就完成 那多处的卡扣呢 首先 就是这两侧啊 看到了吗 这两侧有个小卡扣 憋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桩子 卡在这个位置 最后呢 车头前脸这个部分 有两个桩子啊 卡在车头 但是呢 这个车头前脸桩呢 是透明件 所以这几块呢 都是我觉得是透明件啊 所以呢 把玩的时候 还是要多少少注意一点 但是好在它卡扣的一个精准度呢 还算是不错啊 这些地方呢 整个压上去之后呢 会处理的比较严丝合缝 那车呢 就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 最后呢 武器呢 做一个收纳 收纳呢 就收纳的这个位置 它是有两个桩 可以看武器这个部分 有两个银色的长凸啊 我们把这个地方 卡住 它这个桩 卡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稍微按压一点点 这个地方呢 就做一个锁定 那这武器的部分呢 不是特别好找 也不是特别好卡 你多多练习的话之后呢 会处理的非常不错 那整个这款飞过山的 载具形态呢 就完成了 这款载具形态 真的是超级不错啊 然后呢 滚动性来说呢 也算是可以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款玩具的一个长度啊 小尺拿过来 车头到车尾的部分呢 也就11厘米 很小的一款玩具 那整个的红色呢 有点接近于这种 喷完消光的感觉 红色方面呢 就有点磨砂的一个质感 做的是非常棒 尤其是车头这个开天装 做了这种透明件 简直太有爱了 而且呢 细节方面来说呢 真的很赞很漂亮 这个武器的部分呢 也是恰巧 把这些转轴的部分呢 给它遮挡住 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些 加特林的设计啊 总觉得就是 科幻感极强 车头的部分呢 到车尾 也是这种流线型 很漂亮 轮毂的部分呢 这个轮毂上面呢 都是有这种 红色的点缀 细节刻画呢 也是很到位 前车头的这个轮毂部分 这个轴呢 是透明件 所以还是要小心 整个的车的密缝呢 我觉得处理的 也是非常非常好 底盘的部分呢 收纳的 也是很成功 虽然你可以看到脚步 手步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 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改模 尤其是车尾这个部分 它把这一些细节刻画呢 都做出来 而且呢 使得整个车型的一体性 做得很好 流畅度来说呢 推车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个人觉得 没有之前的 吉普黄推车 流畅度来的好 而且呢 手感方面来说 特别像一个小鼠标 这感觉真的 特别棒 特别棒 只是卡扣方面 略微弱一下 好的 最后呢 就简单 给各位总结一下 就是这款玩具呢 是目前为止 这一波 626364里面 我觉得 最好玩的一款 是最好玩的一款 但是呢 它的腿部的松软度 和卡扣设景 我确实不太喜欢 但是相比于 前两款作品呢 这款呢 确实是可玩点 更高一些 赛星的形态的载具呢 也是更漂亮 更有神韵 最后呢 我再来一句 这款玩具 换一个头雕 换一个配色 指定会出 大黄蜂的赛星版本 我们尽请期待 那这款玩具呢 今天就简单 跟各位分享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咱们视频 记得点赞 投币 速写三连 支持一下 好 那今天视频 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玩幕会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赞 投币 收藏 还有分享 按你们哟 么么哒